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在跟俄罗斯 在跟武器交易有关联的一些 手段或者说私底下的买卖 但是到底是什么信息呢 或者说交易的是什么武器呢 当时并没有说 但是当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结束之后 就前两天 德国一个媒体 德国的明镜周刊给出了一个信息 说他们 截获的情报 他们获得的信息 小夕也是美国来的 已经知道了 起码第一 有100辆的无人机 是中国要卖给俄罗斯的 而且这个卖的手法很曲折 第一呢 是通过中国 一个西安的叫做冰果公司 也是个军工厂 专门跟俄罗斯打造100台这个无人机 第二步呢 就是通过阿灵球作为中介 在这批货在哪交易 在阿灵球交易 阿灵球交给俄罗斯 交易的时间什么时候呢 4月份之前 签了合同 一定要在这个时候交易 而且是因为俄罗斯前一批伊朗的无人机已经快用光了 所以需要 中国的无人机 再下一步的工作就是 这个西安的并果公司 会把制造无人机的技术 卖给 不知道是卖给是提供给俄罗斯 让俄罗斯在接下来要用的时候 平均每个月 能够制造出100台的无人机来 他们自给自足 第二个呢就是提供一些他军用飞机的一些零部件的更换 当在更换的时候呢 中国跟俄罗斯会制造一个假的一个虚假清单 会把这个军用的一些用品的替代品的零部件 把它写成是民用飞机的零部件 来卖给俄罗斯 当然这是德国这个媒体 所曝光出来的一些信息 而后来呢 这个华尔街日报的信息说 说白宫啊目前正在考虑 是不是要把美国之前截固的这个有关中国跟俄罗斯军售的这个 情报 把它解密出来 并且跟盟国分享 跟公众来分享 让中国跟俄罗斯这个私底下的交易 这个大白于天下 因为中国在知道这个信息之后的 外地部汪文斌 一直在说嘛 说这个 实际上卖武器的是你美国在卖 我们中国根本没有这么做 中国跟俄罗斯根本没有这种武器的往来 说你是造谣抹黑 所以美国现在 给出信息说 你说造谣 可能不久的 什么时候 美国解密了这个信息 把它放出来 那你中国还怎么说 而且美国这次公布信息的时候呢 还说了除了无人机之外 还有大炮 要卖给俄罗斯 您怎么看到这一系列的信息 哎呀 这些信息啊 在国际关系中间 很多的事情 事事事事事 真真假假 咱们就搞不清楚 所以以我们的这个专业判断 那么你只能基于一些历史经验和逻辑的判断 或者是已经达出的事实 美国这边吧 布林肯国务卿有这么说 沙利文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美国媒体早一段时间已经报道了很多 但是始终就没有把这个清单 或者是证据拉出来 你拉出来以后 我们再来看看 到底是有没有这个 这个 可能性 因为正好是俄国战争一周年 中国在这个时候把出一个姿态 我在调停 这个时候美国当然很着急 对吧 我们搞了半天结果你还来当调停 所以美国 有可能就 拉到了中国的把柄 对吧 你们去支持俄罗斯 去打乌克兰 那你还有什么任何的道德指点 有什么资格当调停人呢 那我就给你打掉 那有可能是真的 但是也有可能是假的 因为 班农总统到现在为止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这一点 你总统都这么说 那你说在国务卿和总统之间我们相信谁呢 我问你 对吧 第二个就是乌克兰怎么说 同样是德国之声 星期二的德国之声 还是星期一的德国之声 就像你讲的那个报道之后 德国之声访问了乌克兰的总统好像是办公室副主任 就其中谈到这个习近平 这个 跟这个俄乌战争的关系 那在乌克兰的角度来讲是非常期待着 跟习近平见面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大家都知道 你还去访问 但是 俄乌战争这个事情对于中国来讲 最佳的利益位置是 就跟俄罗斯搞好关系 保持关系 同时要跟乌克兰包好关系 这样的话你才会有一个战略平衡性 对吧 乌克兰方面的说法就是说 这个 所以我之前就批评过说 我说中国外交部长 你可以去俄罗斯访问 没问题 但是你最后也去乌克兰访问 结果他只是跟乌克兰的外长见了面 并没有去乌克兰 但是穆斯科他就去了 我认为这是不妥的 你是王毅吗 王毅 外长 他现在是外事办主任 对对对 外事办主任 对 王军 王军 所以这个是很糟糕的 这个不好 但是你从乌克兰这方面说起来 他就很清楚 我没看到政治 因为中国方面没有这么说 我觉得他这个态度就比较严肃一点 对吧 美国这边我也不能说不严肃 因为我们不知道美国军方美国的情报系统 他有没有 对吧 但他没有了就这么一说 那么我们等待他的证据 我们再来评价 从 从道理来讲 从道理来讲 我认为可能性呢 我也不能接待排除 因为中国的这个部门很多 有些公司可能很择 趁此机会咱们捞一点小钱 有些有可能 因为一百价无人机算什么 甚至习近平都不知道 对 不是 军方 知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因为 中国每个协都有压力 都有压力 早几年中国的一些军火公司 你们现在要当这个 当什么 国务院副总理嘛 是不是叫张国庆那事实上吗 张国庆 他已经在中东做军火商 他就做军火商 所以这个做军火是国际上的一个生意 美国也做 中国也做很多国家的做 对吧 那么也就是这些公司 他要挣钱 他要挣钱 这个时候怎么看 不能让美国知道 或者要 回避美国的某一个规则 搞一点什么黑 小动作 这种可能性 你不能完全拔捉 所以我们不能说美国 完全没有这个情报 但是从整体的国家来讲 这个都是小声音 第一 改变不了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情况 根本改变不了 你不要说 俄罗斯改变不了 乌克兰西方给了这么多武器和装备 把俄罗斯赶跑了吗 也没有啊 因为双方的这个军力啊 双方的这个边界啊 就是一个历史 我一直讲的叫历史的责民 很难分胜负的 你说那个土地上要俄罗斯不合 不合下来就是要死掉 可能吗 反过来讲 你要乌克兰进步死掉可能吗 不可能死的 何况这些武器根本不算什么 不算什么 即算是真的 对吧 如果你中国要真正支持 那如果中国像美国这样支持乌克兰这边 中国支持俄罗斯 那西方就惨透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不像二战 二战时候的美国 那个时候的生产武器装备啊 你无法想象啊 妇女 甚至恨不得少年儿童到工厂去制造这个炮弹 美国又发明又有创新又有制造能力 所以美国在这个二次世界大战中间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但是今天的美国哪里是个啊 今天的美国有科技创新 没有问题 也有顶尖的这个军事技术 但它已经不太像以前那种生产能力了 相反中国倒是有生产能力 中国生在一个什么跟下饺子一样的 因为中国就是制造一些大国 所以如果是中国真正去参战的话 第一 这会上升到 一个一个 由一个欧洲的战争变成一个亚洲国家的参战 会变成一个不确定 另外就是 对于中国和西方来讲 你就是不是冷战的问题 是热战啊 知道吧 那因为你北约四十个国家 你中国和俄罗斯加在一起没几个国家 有几个国家支持俄罗斯 就清廉乌克兰的 没几个国家 四个还是七个 七个国家 七个国家 这次李永国投票就七个 多了两个 但都不重要 这都是 可以 忽略不计 对 从军事战略来讲 根本是忽略不计的 但是中国不同 中国是 既有意识形态 又有贸易 强国 制造业强国 又有人口 所以它的分量很重 我认为从 战略利益的角度来讲 中国就是应该 两边调戏 两边维持这个关系 才是它的最佳位置 它的这个角色 跟印度非常接近 印度就是这么一个角色 对吧 就是说 你美国你搞你美国的 我这个时候跟俄罗斯做生意 我继续做生意 对不对 我不支持俄罗斯去侵略 两边不得 对 没有几个国家支持俄罗斯侵略的 那真的是没有几个国家 但是你要说所有的国家跟美国站在一起 很难 这也就是冷战以后 美国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说 不像冷战的时候 我们一个阵营 就在一起了 现在 很多就是做生意啊 尤其像发展的那种国家 我要生存 我要解决脑不心的问题 我不想跟你参与游戏 对吧 现在大概全世界有 如果从国家的比例来相比 大概有 这个百分之八十多的人口 不是在西方的这个阵营中间 这个就使 使西方有些领导人想把它变成一个全球性的战争 就变得很困难了 原来就想把这个搞成一个民主与专制之争 搞成一个全球性的一个格局的重新搜索 没有打到目的 它还是局限于在这个欧洲 虽然它对这个全球有影响 但是它还是个欧洲战争 还是个西方内部的战争 相对还是比较局限性 相对局限性 中国 中国在这方面我觉得 从大的利益来讲 它用不着这些小武器来 把整个形象给砸掉 就像之前那个 泽林斯基讲的嘛 如果这个事情证实了 如果说中国真的是大张旗鼓 都是说名正言顺的来支持俄罗斯的话 那这个性质变了 就变成有可能会引发 一场世界大战 这种危机是存在的 当然当习近平那个12点提出来之后呢 乌克兰也是给了一个很友好的回应 说也愿意接受 就是说起码这12点当中 有一些部分是可以采纳的 尤其是中国承认那个主权的问题 当时 这个泽林斯基说嘛 说这个 这一点是让他们很开心的就是 中国承认主权 主权完整嘛 主权完整 他说这一点证明中国是跟我们 站在一起的 我们现在需要做起来好好谈一谈 我们有一个合作的机会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孤立一个人 他有他的角度了 对要孤立这个普京 对 但是俄罗斯呢就在 就在前天的时候 克里姆林宫 这个佩斯科夫做了回应了 说 俄罗斯对于习近平提出来的12点 第一 欢迎他提出12点 但是要回复的是 现在和谈的条件根本不具备 任何和谈的条件 不可能有 第二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军事行动将继续下去 我认为站在乌克兰的角度和站在俄罗斯的表态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美国 美国才是这个战争真正的有决定力量的一个国家 如果中美之间这么一种对抗 美国不放心你这个中国来调停 对吧 中国和印度也不想完全跟美国在一起 这个战争还很麻烦 如果美国跟泽东斯基说 我们坐下来谈了 习近平就跟普京说 打什么打呀 对不对 你再打的话 我都不带你莫斯科来了 对不对 那谈判就有可能 现在美国还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美国就是说 班农总统他想把这个战争 变成他的连任的很重要的一个力量 但是事实上这个战争不太像他想象的那样 很复杂 为什么复杂呢 这是打仗不能打地面战争 你打地面战争就是 非常纠葛 你别看一个 一个甲绍一个乡村一个小城 你真正针来针去是要花很多时间的 他不像波士湾战争 你看当年的波士湾战争之所以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军事战争 为什么不搞地面不得吗 几个导弹一打 只要净准了就把这个地方给撤毁了 对吧 这次战争的不是这个战争 这次战争是地面战争 地面战争就是类似像这个 侯高战有点像这个 一战时候的西线 无战时 那些前线的士兵就是今天这个人死明天那个人脑袋没有 这个人怎么怎么样 就是在无需无需地消耗生命 所以我对这个对五国战争的判断是跟西方的主流一开始就不一样 我认为这个战争第一 很难变成一个全球性的战争 还是一个直行战争 第二个是这个战争是通过战争侵略乌克兰是错的 但是用战争的手段去让这个战争结束 也是很不容易达到 因为它很有可能会纠缠 所以我当时的理论就是说 侵略战争要谴责 要反对 但是它也提供了一次机会 就是说全世界都坐在一起 谈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是联合国判处维和部队 还是联合国把普京请到 这个地方来 我们再谈 要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乌克兰这个问题 它不是个简单的说 中国人去侵略英国那么远的一个地方 它是分不清楚边界的一个地方 历史和现实结构在一起 然后 俄罗斯 它没有出海口 对吧 它没有一个温水的出海口 等于它的海军就是死的 对吧 那乌克兰也是一样的 乌克兰这个长期被你俄罗斯欺负 对不对 你就这么打一下 然后你就要我承认认输 那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另外就是你要占领这个土地 你把我变了一个内陆国家了 如果你 你比如说中亚有些国家是内陆国家 海南也无所谓 但是乌克兰不一样啊 乌克兰是欧洲的第二大国家啊 它有它的民族阵营 国家阵营啊 所以这是一个僵局 那你站在美国站在北约或者是站在中国或者是站在印度的角度来讲 应该利用你们共同团结的力量 来迫使这个普京坐下来 然后也请上泽东斯基 我们来谈一谈 到底怎么解决问题 这个地方就变成一个共治区 这不属于俄罗斯也不属于乌克兰 还是说呢 你可以做给你俄罗斯 我是随便讲啊 就是说 或者说呢 你俄罗斯来 美女付给我多少钱 我借你港口 这个东西都是可以讨论的 因为二战之后很多的事情就通过和平的谈判 对吧 他们双方才可以解决这个事情 因为你要靠这个战争是解决不了的 所以俄罗战争的最终的结果经过了这一年 实际上越来越多人心里很明白 这个战争技术打下去只有一个后果 就是死更多的人 你没办法去想象得到把俄罗斯给打趴下 把普京给抓了 对不对 乌克兰也不像你俄罗斯想的 我进来把你几乎给吃了 你几个小时就投赏 都不是的 现在总是进入一个消耗阶段 消耗就是消耗 消耗生命嘛 问题是谁都会消耗死 你说乌克兰的人命不是人民吗 你反过来讲俄罗斯的人就不是人民吗 那些势必也是政客们把他们搞上前线的 他们是无辜的 都是无辜的 在前线的这些孩子都是无辜的 我一看了26岁天天在死掉 我心里面就真的很难说 政治啊 有时候真的是非常可耻 就像当年的这个西西吴战士一样的 那前线在上面打 后面的这些政客们就想 啊 继续打 我们会胜利 我们会怎么怎么样 那现在不也一样吗 对吧 西方阵营这边就我们会赢得胜利 对吧 那俄罗斯那边说 我还继续搞军事行动 对吧 他也不听习的 上方都认为可以把对方搞死 但是可能吗 在古代可能 对吧 我把你全部杀掉 像那个 成吉思汉一样的 对吧 图成 对吧 现在可能吗 把一个国家给灭掉 怎么可能呢 如果 如果这个俄罗斯 胆敢 把乌克兰灭掉 那北约就会往死里 给他打呀 北约就会参战呀 北约参战的话 北约在某些方面也未必比俄罗斯强到哪个地方去 但是毕竟有四十个国家呀 毕竟后面有美国啊 他造成的形式就不一样了 对 所以这个 但是你反过来讲 你说北约我们很牛 你牛什么牛啊 人家有核武器呀 人家有导弹呀 如果这是发生到那个地步 对呀 所以这个战争 大家都别去想把对方搞死 而是要给对方一个生存机会 然后自己 也可能有生存机会 彼此找到一种最合适的解决方案 对 所以现在最新的有消息说呢 说中国两会之后啊 4月份开始 包括这个马克龙啊 包括欧盟委会的主席呀 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欧盟的一些 高级官员 或者国家高级官员会陆陆续去中国 去访问 那么当然马克龙已经说得很明确了 那他去中国的目的呢就是要见习近平 就是要习近平呢 劝一下这个普京 能不能够这个 第一退兵 第二呢就是说怎么想个办法解决这个战争的问题 对 欧盟的很多领导吧 欧洲很多领导是没脑子的 马克人是算有脑子的人 因为 为什么叫有脑子 就是说这个时候你是完全的迎合民意的情绪 还是说我要跟老百姓讲讲真话 对吧 马克龙就是说他有句话讲得很清楚 他说我们的目的不是把俄罗斯给灭掉 也不是把普京给赶下台 我们的目的是要把这个战争接触 这就是对了 大家要发现 如果都想发现自己的内心的愤怒 那个东西他们就不太可能进入 那个愤怒可能是无止境的 你停不下来的 今天你搞我明天搞我搞你 就是这么发展付出 所以 所以俄国战争只有谈判 停火 才是出了 对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这种谈判 这种谈判这种停火 这种真正的双方能够坐下来 多个国家坐下来能够好好的把这个事情能够用 最和平伤亡死亡最小化的程度来解决 尽管现在伤亡已经非常厉害了 就是我们说呢 就不希望这个伤亡再继续的扩大 尽早的把它解决 而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国际力量 更多理性的国际力量 能够参与到当中来 进行一个真正的和平的过去 是的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梁俊 我是和平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